那么马园在十二岁的时候 父亲过世了 母亲也过世了 是哥哥马矿 把他带大的 把他带大的 供给他好好读书 哥哥跟他讲 没关系 我们家反正环境还是可以的 必须官换自家 虽然父亲走了 但是还留了一些钱 哥哥可以养你 你也好好读书 这个马园开始从 从五地以后 都是以五金为首 诗书里义春秋没有月经 从四经开始读起 读的时候 他的解释 他的看法 跟这个老师不一样 他要他看法 他跟他哥哥讲 大哥 为什么读经账 解释要依老师的 老师不一定对 那是文字上的解释 你要想到幕后的背景 真正的含义 是这样没错 你看我们读这个诗经 官官拒旧 在何之周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求之不得 所有辗转转反侧 我们现在都把他解释成 一个美丽的孩子 男人都喜欢追求美丽的女人 都这样解释 其实错了 周文王怎么会去写 男女的爱情的诗呢 听懂吗 不是那个意思 他这个比喻 君子是修行人 有德行的人 在追求大道 追求大道 他把大道比喻成 一个窈窕淑女 我们在追求大道 追求不到 为什么开悟不了 很想求大道 很想开悟 很想明心见性 可是一直明心不了 开悟不了 所以每天在思维 他在哪里 大道在哪里 所以辗转反侧 他是一个比喻而已 现在我们都把他解释 男女的关系了 错了 所以卢云宇告诉你 孔子讲 诗三百首 再教什么 诗无邪 没有邪 什么没有邪 大道不会有邪 是诗那个大道 找那个大道 证那个大道 诗证那个大道 它是一个比喻 用男女比喻而已 我们都在字面上了 所以马云跟他哥哥讲 老哥 读书不是在字面上 文字上的解释 会造成文字障 尤其是用兵 我们的老祖宗 不是这样玩了吗 马夫君的儿子 我们老祖宗 不是这样玩了吗 被逐掉了 为什么 就落在文字上 实古不化 学以致用 孔子讲的 我们学东西 是要哪来用的 真正落实在生活之中 所以学而实习 那个习不是复习 古代的复习叫送 叫做温 那个习是落实在生活中 叫习 学到的东西 能够学以致用 真正落实在生活中 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提升了我们的品质 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那不是很快乐的事吗 叫学而实习之 不是在复习 复习干什么 没意义 那个习不是复习的意思 古文跟现在用法是不同的 各位 过去的复习叫送 叫温 不叫习 是真正的落在生活中 你可以真正的用到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改善我们的品质 那才有意义嘛 大哥 读书不是这样读 马元十二岁的时候 就已经跟他哥哥讲了 读书不是按照文字上 这样死骨不化的读 要活泼玲珑 要懂得怎么应用 还有用嘛 最后跟他哥哥说了 算了算了算了 为了落实 我把学到东西 不如这样 我到边境去耕田 牧羊去了 真能落实 哥哥想到半天 你真要去 对啊 老哥啊 我不能老是这样 吃饭读书没有意义 我得真正落实在生活当中 我去做农牧的事业 然后跟社会接触 把我学的东西 实际运用一下 这才有意义嘛 大哥想一想 好吧 那就这样吧 才答应他 还没走 哥哥就死掉了 病死了 古代这样 父亲不在了 长兄如父 长少如母 所以哥哥舍得守孝 马云为哥哥守孝一年 没有离开过墓地 嫂嫂来了 拜嫂嫂如拜母亲 公公敬敬 马云 所以古代的理 这个规矩是很重视的 对嫂嫂跟母亲一样 公公敬敬 一直到 结束了 他才离开 离开的时候 被请去当都游 一个小官吏 负责押送一个死囚 押送个死囚 结果在押死囚的途中 跟死囚聊天 才发现那只死囚人很好 真的很晕 为什么 已经是新潮了 东汉的末年 转新潮了 本来就乱了 就途中 同行这个死囚 家里还那么多人得养 母亲要养 家里要养 把他放掉了 你把死囚给放了 后果是什么 那还得了 所以他也跑了 也跑了 各位 就刚才跑到边江边郡 隆溪一带 真的是隆耕 种田去了 不管事了 不管事了 我们教科书里面有一段话 成圣吾广造反 是因为带兵去报道 结果下雨延误了五天 怕被斩首了造反 对不对 吹牛 教科书你不要相信 我给你讲 清朝的法律不是这样子的 部队带部队到指定的时间报道 延误了 如果因为天雨或是天灾 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不是天雨不是天灾 延误了是罚款 每一天复花多少钱 秦吾写得清清楚楚 没有斩首这个问题 哎呀 那完了是为了要造反找借口 反正老百姓不懂 他是小官嘛 可以骗老百姓的 秦朝律律一翻出来 不是那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死去再一看 哎呀 这是假的 教科书不要太相信 很多时候有问题的 从小看娱乐往上游就变成伟人 我小时候每天在看 我都没当伟人 听懂我意思吗 他匡衡着壁 古代是什么房子 别墅呢 我遭到壁 我妈妈妈妈怎么有人 怎么有隔壁 听懂吗 我妈妈把她带到家来 最惨的 海边 表屋头上游 泥巴造的房子多厚呢 这么厚 我不知道有没有住过 头上游 这么厚 因为我祖母家 三四十年的时候 回外婆家 很清楚 墙壁都这么厚 我家里也是一样 不是地板 不是地段 是泥巴的 垂得阴阴四四 就这样而已 泥巴有时候 屋顶漏水 会溶掉一个小洞 那生竹 在课里面就可以玩了 都是这样子 那个罩很简单 这个是灶 这边是银档 然后灶到银档 绑了一个小油灯 有没有印象 小时候 小油灯 过那种日子 这些茶都在这里 这是过那种日子 古代的情况 那想一想 一定比现在更严重一点 这个马缘有意思 跑到边疆去放牧去了 要不然怎么办 你把饭人给放跑了怎么办 我怕他边疆就放牧去了 放牧 正好是东汉末年转新潮 天下大乱 那么他在那边放牧呢 因为把所学的 可能用得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牛 羊 猪 鸡 鸭 已经到了 不是一两万头 已经到了十几万头了 这么多呀 农地这边跟得很好啊 那你想想看 社会战乱 难民多不多 多 难民多 哇啦哇啦哇跑来 光躲到他农场的 现在叫农场了 大地主啊 跑到他农场躲的难民 有好几百户人 他就很有钱了 这么多钱 他讲了一句话 大丈夫 大丈夫 不能安于现状 在不得知的时候 要更加坚定 到老的时候 要更加壮烈 所以他很喜欢读 《卢语》的一句话 只有君子 可以常处约 可以常处乐 小人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久处乐 什么意思 君子 可以常处约 约 约定的约 就是落魄的意思 君子不管怎么落魄 怎么失智 他不会穷实滥野 坚定意志 节朝不会变 常处乐 发迹了 不会炫耀 不像很多有钱 大陆很多有钱人 突然爆发户了 哇全部是名车 一项是名牌 到处炫耀 人家笑他了 一条猪穿着名牌 还是猪 没有意义 到处炫耀 循迟讲了 只有小人才会炫耀你的财富 君子不会这样干的 所以一个小人不能久处约 你给他落魄 你给他落魄困顿太久了 什么鸟事都敢做 给他发鸡了 到处炫耀腐败 所以马云喜欢讲这句话 我们君子 现在我落魄了 我不会上智 发了 我不会炫耀 赚了那钱财 这么多农牧 我赚了钱财 如果我守得紧紧的 那我不过是个守财奴 这个钱干什么 用来救济 所以凡是难民 跑来投靠他的 他把钱就给你 土地那块地就给你 过户给你 那个女王就是你的 自己呢 节节俭俭的 把这几年所攒下来的 全部给他难民 优优独播剧场